Hello,大家好,我是波仔 歡迎回到堅仔跟進馬的節目時間 繼續和大家前瞻,回顧最終跟進馬的節目時間 第一,星期三回到谷草賽事有九場夜馬 連綿夜雨的情況之下 兩天的灑水情況都會偏少,因為有天然灑水 但天文台就說星期三開始,天氣情況會好轉 會不會經歷星期三會吹乾一點,太陽曬一下 地面變得更乾快一點,當然就下場看一看時間會更清晰 但私家三跑道,一貫都不能夠,沿途太過洩位、彎位飛出去 都是比較吃虧的,應該都是先省完位 直路移出中道,可能更有利的場地會追的馬匹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大家都可以想想哪些馬匹可能會沿途比較省位一點 那類馬會比較好一點 馬上返回堅耳仔賽馬的界面 先到第五場,即是和大家前瞻一下 本身這場的4-1千,就是一個重心標題的賽事 為甚麼這麼說呢? 一隻靚蝦女在正選 另外一隻華麗活力,上次追得好,也是正選 誰知一陣子前,華麗活力退出了 現在又有勁快聯盟,本身後臂一補上來的 說回這隻靚蝦女,今次排了11檔,認真撲頭 怎麼跑好呢? 快馬電腦7奧或中環精神會搶快一點 但裡面還有一些開心好友 或者奇寶精選威那些都可能不會頂下它 加上巴道有時跑外跌馬,賣不到浪漫主意 而在外面遊走的話,怕這隻靚蝦女沿道的制度不太好 如果倒閉得太厚,就要看看跑完幾場221650 去到壓地前一場,又不能掌握一下 但賽前一定會將這隻靚蝦女,我自己就將它不是重心 將它放下這個配角,可能會看得到場地才再作打算 所以這隻靚蝦女,今次就沒有選擇這個重心 然後去到第六場的時間,另一組的一千馬,不過就是三班 白鷦的狀元及大,今次連馬斯就安排他轉過來谷草到上陣 他是未試過谷襲的,所以就出了一把谷草 但看看這一匹馬的血統方面 阿爸那邊就是源自Eumisible Superior 阿媽那邊就是Flashlet Walk 看來兩線都有在港的指字都可以拍到谷草 而且他的腳法都很靈活,我相信都可以應付 不過,這隻狀元及大,今次都遇到很多同類型的馬匹 例如,你知我姓,今次沒有胡椒君曹去撐一下他 風雷電,預計都可能會跟前 還有街混法近期,在草地那一貨彈集,快腳得緊要 所以會否形成了這場的步速是偏快一點 而天火同仁,或者另一招請跟進過的非凡 會繼續著數來跑呢? 這場馬,預計是比較快一點的步速 所以狀元及帝,未至於是重心的馬匹 但拿出來和大家研究過第六場 大致上的步速形勢 可能對於稍微流絕或中置的馬匹 後上可能會較好 第九場,耳班1200米 尾段傳人士都比較多短圖 七號的當家精神,二九八號的暖在李森 都是曾經的跟進馬 當家精神,上次沿途的制衣都非常慘 被平常心剪刀 和澤妖就不說叫,但其實他可以把手 沒有被平常心剪刀 但回來後,他依然交出好好的沒斷追 今次找到莫丹妮幫忙,因為綁太低 105分為首的區域 又好眼光、韋少寶 侵在這組的情況之下 所以當家精神和領袖心 今次的附本都可以較為輕一點再上陣 莫丹妮已經在谷草取得成績 這次當家精神,看看他有沒有機會發揮 因為好眼光、藍俱寶、仁和家興 都是快腳的馬匹 歐遊戰士上次砍了一場,撐不撐得順呢? 看看會否一個此消比獎 另外,暖在理心 今次的附本減少了之外 其實上一次的彎位,相對當家精神 都是比較虧的 回來後,都輸四分三身位 其實一點都不差 今次七刀,不需要再跟你鬥搶 稍為留著他 再問這隻的暖在理心 可能這組裡更加有版 因為當家精神可能會更厚 所以在標題裡 我選了暖在理心 在這場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這次的巴導賽 這次就聖聖神神 來到第二季的時間 馬上回顧日沙田馬場 波仔跟著馬表現如何 馬上回到堅仔賽馬 就看到 第二場四班千二 上次特別品題的標題馬 包括超越名區 之前是較強的組別299 對著威利賓騰騰那堆馬 跑過第五 絕不失禮 今次試好閘 在閘裡乖乖的 但是巴導可能已經適應了 香港的環境 這是天理因素 可能都不太記得 當年在法國 凍凍地時怎麼跑馬 可能手腳僵硬 直路有位移出去 鼓浪精彩外面衝 但是由內 走到內 由內 又到外 真是不知道他搞什麼 鷹贏變輸的超越名區 這場都極度不值 但是這場 這場的輸 或者走位 會變成下一場 可能會放大了多少都未定 下一次 因為今次3.9倍輸了之後 好像動日升那類馬 會越賣越熱都未定 所以我有少擔心 這個東西 變了重此之敵 算是這個分數 也有得贏 但是要戒時 遇到另一些 或者四班沒有遷移的 拆了一支 的話 要看看賠率直撥 所以 下一次再和大家聊聊 而另一隻的福滿寶 其實賽前我沒有問題 因為賀賢出殺手間 跑完一大輪 休息 然後上蟲花 下來 整個沙田都夠膽拼命 因為之前沙田都是外疊遊走 這場搏失了 看我會不會乘著 體力優勢 或者勇朗 回到谷草搏失了 這個分數 在福滿寶 我覺得也有上升的水位 接下來要說第五場 4400米 上車沒有特別品提 因為節目時間所限 這場要品提的 就是14個馬尾力仔 12月的時候 我就跟進了他 覺得這盆馬 型格獎勢不錯 當時也是貴宗先復出 身仲是圓圓的 但也有走勢 昨天 在直路裡 扔的彎 都比較開外 而且 較前往空 都有點追勢 相信 這個評分 都應該有水位 當年拍片的時候 還不知道他會不會講班 但是 即使在四班 我覺得都已經找適合了 找適合了路程 看看會不會和智來金 撞了路程 但兩匹馬 智來金和這隻魅力仔 相信會在下半季 是偉大搶分的鎖匙 所以大家要繼續留意這隻馬 第六場 四班1600米 曼士之公和健康馬 分裂跑第2和第5 曼士之公 昨天的位置 流放大致上都沒有錯 原本是 LEE 分卡 黃金狗 真是怪怪 看看會不會用些減棒騎士 不過這隻馬 仍需要尺寸 不可太早出頭 萬士之公 下次再出 真的太熱 之下 要再 放回背腳 可能會稍稍一點 健康馬 都持續穩定 這匹馬 上一次跟前 今次 少來留後 我覺得他都有一點進步的表現 算是穩定了 因為昨天較少數在上半場的時間可以兜外碟上 金翔龍獲蝕了步速,應該說是氣量、外碟充 去到尾場的轉益線才可以這樣掩蓋 所以健康碼第二都是恰如其分 連連下運應該都會加5分,華爾上掛,未會升班 繼續站在這個班次,我覺得健康碼是有機會打開勝門 我相信Michael哥都會盡量把握四班的頭碼 所以健康碼都應該可以跟進 在到第三次的時間,當然要找新的跟進碼去發掘一下 立即回到堅仔賽馬的介面 第四場四班千二米奧遊氣泡 這隻碼還不是很帥 其實上次都是在奧遊氣泡和勝德出色的時候選擇 結果都贏了碼 這次奧遊氣泡贏碼仍然是圓圓的,顏色還不是很帥 應該是三歲初的碼,還有很多準備空間 而另一隻跟他轉K的勇敢夢想 我覺得都可以繼續去兼顧 立即看這場碼 排著七檔起步就是勇敢夢想 起步的時間,其實他一點都不萬集 粉紅帽、粉紅衣服、白酒 稍微留著 上次初出跑千四未開氣 立即沿途走外跌 一場是超級假敗賽 這場即可動手 大家如果有留意波仔 貼士都可以把他放在配腳裏 這場沿途留在尾三個位置 都打算窩可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昨天都不太利在後面追上來 尤其是中場次 就算要追,還是圓牙省了些 可能比較好一點 這批勇敢夢想 沿途走外跌上來 都有點鬥口 因為步速偏慢 有點不太規矩 我覺得都還有進步空間 所以應該還未準 其次 奧遊氣泡在第二位 有混亂在第三位 然後奮鬥重生在第四位 其實差不多 前戰馬都包辦了這場的三級 勇敢夢想 現在馬林中還要穩定位 在第一次遇到這個情況下 再要在馬林中吃沙 再要轉位 這裡還是拐一邊 單邊腳來追 似乎這隻勇敢夢想 有一些盲勁和鬥心 是相當不錯的 這場馬可以在後位置追上來 一來黏地的性能應該不錯 甚至乎會不會日後跑谷草 甚至乎跑泥地都可以 大家可以在系統裡去看 但是這個分 和這匹馬的鬥心 應該足以在四班 很快拿到頭馬 這場馬 我覺得要跟進就是他 勇敢夢想 旁邊的欄中 立刻做一個筆記 在走位上面 他一定是萬步速受害者 所以給紅色表示他 沿途的制度也不太好 因為在馬林中要找位 沿途也有點鬥口 所以他還有很多進步空間 不想在評分上 應該都未盡 還有上升空間 所以這匹的勇敢夢想 開放出賽提醒 下次可能會熱些 但高東未近期 都接種而來 看看會不會和他交代 儲存一下 下次就會知道 這隻紅字馬 變成的馬名 就是你做個重要筆記的馬匹 另一匹的跟著馬 都是1200米 這場是第7場31200米 不約而同的 都是高東尼馬房的馬匹 當然就是跟著連連有型 這場馬 看回賽事片段 都不需要看太長 就看中後段 六三排一檔 就是連連有型 放頭 後面的膽大威猛 威霸龍 全部回來散散 勇闖 或者合火芙蓉 在校後位置追上來 看整場馬的模式 都是放後面追上來的馬 比較好 還有多利明區 星鵝小子等等 全部都是蓋的 所以即使這場的連連有型 直路移出來 較有利的路段 也好 但早段應該是蝕了幾多的步速 現在連變化地都可以淹附馬 似乎隻馬都繼續進步 31200米 其實原來他在這個情況裏 假設下戰沒有再這個 膽大威龍 飛白龍再跑 其實可能有機會再單期放零 都未定了 碰來碰去都是這一組馬 心知人那些都是比較後上型的賽區 所以我覺得這隻連連有型 是有機會保重的 尤其是高東尼遇到一些比較側身的 當起的馬 他都不會用 一直把他推上去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在這個時間裏 繼續跟進他 在連連有型旁邊的筆記位 打開 抹下 他是快捕速的受害者 看模式這場馬 都是由後上馬為主 現在這分62分 我相信都是一至兩場的頭馬 不單不敢說 上到二班都可以 但在三班裏 至少應該都可以再拿到頭馬 所以我覺得評分 都有這個 上升空間 未盡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開封 出賽提醒 轉型 還有配件 逐件拆下來 似乎 批馬都有點成熟進步 所以這批馬 值得去寄存 三隻的節目時間 來到這裏 接近尾聲 再次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這段短片的話 不妨在下面的手指按LIKE 還未訂閱我們 堅仔賽馬Youtube Channel 有下角 紅色的訂閱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片可以第一時間通知你 假如剛才在畫面 看到堅仔賽馬APP 大家未知什麼 可以免費下載 你的手機平板電腦上面 第一、二場所有功能都是免費的 例如看片 看市集 看統計資料 看賠率 看貼士等等 都可以按照家中 只要連到上網 就可以用得到 第二場便免費 第三打後的場次 會有少少收費 想知道更多年月入費 可以Whatsapp 或者打電話 去5361016這個電話 查詢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接下來星期四 就會繼續堅仔 再跟大家見面 我們下次再聊 拜拜 即場當往騎戀錶等等 比起你看開那份馬布 肯定有多無少 加上我們的專業馬平家團隊 堅仔五虎 每場賽事 分析他們的獨特見解 實行每個賽日都幫你賺到笑 不止這樣 就連你回到內地出差 堅仔都隨時用得到 只要你一打開APP 所有資料即時更新 那就不用到處去撲報紙了 其實除了跑馬 這部機還有很多用途 用來看電影也可以 看球也可以 打機、煲劇、通通都可以 整個套餐包了這麼多 才賣二四八百 除了開 每個賽日都是二十多元 你想想 其實你只是用回 平時買馬布的錢再加多一點 那就多一部平板送給你了 還可以一次過享受 這麼多這麼正的功能 是不是很划算 其實這部機本身都不便宜 都是我們用堅仔年費 倒貼給你的 現在真的賣一部便虧一部 外面的平板 只要一部便宜 我們用堅仔年費 這部機本才是六百元 六百元 一部全身十吋平板 這個價錢 你去到黃金、淘寶 二手都買不到 這個優惠不是時時都有的 我們只限首批 頭一百名的用戶才能享受到 這麼便宜 還不快點打電話 預約上來買機? 數量有限 遲了便沒有了 快點打電話或WhatsApp我們 5536-1016 和同事預留一部吧